抬头看明月 低头就可以欣赏澳门璀璨的夜景 来澳门除了有事宜逛赌场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换个角度游游传河 欣赏澳门这个不夜城之美 以往都有的 以往是南海团 但是现在这次是另外一个船 这个船比以往大 我们是整班朋友一起来的 二十几人了我们 有个十几年前 没那么大 看中澳门晚上缺乏和加欢的旅游项目 这家船公司最近推出了 从内港出发的 夜游澳门半岛的观光航线 在游船上欣赏两小时半岛风光 船公司表示事业初期 每天会有五个班次 到了一些旺季班次会更平靡 澳门每年都有一次国际烟花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特别为这个烟花比赛呢 安排了七个航班 这七个航班主要是晚上八点钟开出 十点半回来 这个航程是两个半小时 满足我们这个游客在船上 一边逛烟花 一边享受美食 近年猪海有意开发海岛旅游 船公司表示 如果澳门游船反映理想的话 未来有计划进一步拓展 猪澳海岛连线游 开发更多元化的海上旅游产品 澳亚卫视蔡平信刘俊勇 澳门报道